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星辰大海收视大报,湖南台被转又一句来袭,主演杨子,目测要大火。 杨子可以说是湖南台最难得到的演员了。 由杨子和肖战双顶刘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是极据报款前置的, 然而湖南台在几经波折后将其定档,却又在上映前夕,不得不忍痛撤档, 虽然网友都在说,但湖南台的心酸又谁知道呢? 湖南台得不到余生,请多指教,却也大概率得不到沉香如谢。 这部同样由杨子主演,改编自大IP的仙霞大剧,虽然不敢说能报, 但成为热剧的压力是很小的。 然而遗憾的是沉香如谢还未开始招伤,湖南台是想拿也拿不到。 可能是憋屈得很了,湖南台终于迎来了转运的机会, 先是一部星辰大海收视大爆,直接打破近一十个月省级卫视的收视记录, 主演刘涛还被尊称为盲太后。 而后湖南台又被转将有意杨子主演得很巨来袭, 根据网传信息,这部《女心理师》将于8月20日上线, 接荡星辰大海,而网播平台则选择了优酷, 从阵容考虑,目测这巨要大火。 杨子,警百然上演就熟之恋。 《女心理师》根据毕淑敏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事业受到巨大冲击的女心理师赫顿杨子饰演, 在经历了母亲生病,被朋友利用,被恩施欺瞒等一系列磨难后, 终于在前开亦警百然饰演的陪伴下,解开心结的故事。 这部剧的原著作者不仅在作家行业是赫赫有名的权威人士, 还有心理医生这个职业,所以剧本的质量, 逻辑性和专业性是非常有保障的。 且导演柯问力也是自由人,误杀的导演, 在刻画人性和营造悬疑质感这一块,柯问力是很有实力的。 同时,在剧中出演女主贺顿的是顶流杨子, 杨子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战长沙香蜜沉沉浸如霜等等, 他手上的好剧一抓一大把。 预告中,杨子出场时是沉浴的,但随着心结的解开, 他又变得释然,眼中泛着兴奋的眼泪, 嘴角已经在克制,但却又阻挡不住笑意的牵引, 好像有一缕晨光照在了脸上,整个人变得阳光又开朗。 而出演女心理师、男主前开议的,是实力派景百然,景百然不仅背负着92亿的票房战绩, 还有出演过《风中游朵雨》做的云、《诗姑捉妖记》等优质作品, 他的演技实力是大众认可的。 其实,前开议这个角色在预告中并没有展现太多故事, 但从景百然的身上,我们可以窥探到角色的沉稳, 正是有他的陪伴,贺顿才会更容易地走出来。 三大戏骨坐镇,这阵容绝了。 而除了景百然和杨子女心理师还有三大戏骨坐镇。 倪萍的加入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惊喜了, 她是金鸡影后,也是老一辈心中的女神, 就连赵本山都在舞台小品中提过倪萍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倪萍还出演过《那舞浪漫的事》、《夏天的拉花》等多部, 豆瓣评分8以上的作品, 并且,她还在口碑大剧《功勋》中秀了一把演技, 将身挤蓝婆婆一脚演得自然又生动。 此次,倪萍在《女心理师》中饰演杨子母亲一脚, 两人之间的对手戏是引人期待的。 同时,杨童书也加盟了该剧, 杨童书可以说是不少观众的童年阴影了, 她在《至尊红颜》中, 江徐盈盈的阴毒狠辣眼的唯妙唯笑, 被网友称为不化浓妆就能黑化的女人。 并且,杨童书在《以家人之名》中也是稳定输出, 她将灵霄妈妈的自私、神经眼的活灵活现, 再次凭借演技证明了自己, 不知道杨童书在《女心理师》中又会出演个怎样的角色。 另外《女心理师》还有杨心明的参演, 杨心明也是为老戏鼓了《战长沙》中的胡常宁、 《我不是要神》中的刘牧师北平、 《吴战士》中的马林申等等, 凡是交到他手上的角色, 就基本上没有不被演好的, 杨心明的加盟, 也为《女心理师》增添了不少底气。 制作团队靠谱, 还有杨子、 警百然带动热度、 《尼平》等三大戏鼓加持实力, 《女心理师》想要成为口碑大剧也并非不可能, 并且, 虽然《女心理师》照原著作了些改动, 但由于是原作者操刀, 想必也并不会破坏其中的精髓, 这部剧大火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不过, 网传消息的准确性还是有待考虑的, 一旦消息成真女心理师《街档星辰大海》上映, 那预计湖南台市又要站起来了。 肖战双喜临门, 焦阳伴我正式官宣, 本人迎来六周年纪念日。 近日肖战可以说是喜事连连, 肖战和白百合主演的新剧《焦阳伴我》 得到了正式官宣, 大家心里的石头也落了下来, 期待就完事了。 另外, 肖战本人也迎来了出道六周年的纪念日, 六年的时间里, 肖战携手粉丝们走过了一切的风风雨雨, 感慨万千, 如此看来, 肖战可以算是双喜临门, 非常开心。 据悉, 在备受关注下焦阳伴我剧组官宣了演职表、导演、 编剧等一些重要信息, 肖战携带新角色盛阳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另一方面, 肖战迎来了出道六周年的特殊纪念日, 这件事情登上了热搜榜, 无数多粉丝都在话题下为肖战送祝福, 这种场面热烈且温暖。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的心情特别好, 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 大家都携手走过来了,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挫折, 都可以克服, 团结必胜。 可以这么说, 肖战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在这种情况下, 肖战都没有被打倒, 足以印证肖战就是问心无愧的艺人, 也是值得信赖的优质偶像。 总之感谢相识, 相遇和相知, 肖战值得信赖, 肖战的作品, 舞台和作品, 一如既往值得期待。 如今新剧开机, 肖战的合作搭档是百百合, 是实力派演员, 编剧导演等也都是实力派, 可以保持关注, 预祝肖战拍戏顺利, 大家期待更好相见。 肖战的发展非常顺利, 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未来可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